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辆车它其实是定位于城市中型的纯电SUV 它也是海洋系列里面第一款中型的纯电SUV 这辆车它是基于全新的一平台3.0 EVO技术打造的首款车型 所以它从底盘到车身到智能到电池和充电等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全新的这些技术升级 而且这些技术很多都是全球首创的技术 在开完这辆车之后对于我来说有不小的惊喜 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辆车整体的驾驶感受 以及它有哪些对用户特别友好的科技亮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车内的设计其实跟车外有非常强的一致性 它的设计感也是非常强的 那么我可以看到整个这个仪表台的这一块 它也是一个悬浮式的设计 液晶仪表和中控大屏 它的位置人机设计非常的合理 显示很清晰 而且大屏呢 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角落都是出手可及的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非常用心的一个设计 而且它这套车机系统的反应呢 第一很灵敏 第二触控也很精准 所以整体的这个使用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这个方向盘的这个皮质非常的抓手 而且呢这个四幅的方向盘设计很好看 特别要说的一点 就是我特别喜欢这辆车的座椅 全部都是纳帕真皮 它对这个座椅的发泡材质进行过特殊的处理 就是我很少能够感觉到这个座椅 在我的背部贴合这么好的 而且它的这个贴合感 剥裹感都特别的舒服 我们刚才也进行了一个长途的支架 整个过程中没有一点疲劳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真的做的非常好 而且我们现在 试驾的这辆车呢 是一个高配的版本 550四驱 制航版本 那前排后排的座椅 都是可以有通风和加热的 而且它的这个储物空间特别的多 整个下方这个区域呢 是一个无线充电板 而且这无线充电板还支持50瓦的快充 那这个包括这个水晶挡杆 也是很有设计感 大小和时钟 使用起来很方便 那特别有意思的呢 就是这个杯架 它这个杯架呀 是有一个特殊设计的 就是它可以进行一个深度的调节 那我们知道 比如说我放普通的杯子 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我放一个比较高的保温杯 那可能它就会对你进行这些按键的操作 进行一个干扰 它深度是可调的 你可以把它摁下去 这样的话呢 那长的杯子就可以到一个比较低的高度 然后也不影响的操作 所以整体看下来 我觉得你能够感觉到 海狮07EV这辆车 在内饰的设计上 包括功能也好 设计也好 比亚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刚才我们说过 海狮07EV这辆车 是基于全新的 一平台3.0EVO技术打造的 那这个技术呢 它有太多的技术亮点 运用到这辆车上了 我们没法一一的给大家去列一句 但是呢 我可以把这种可以 极大优化用户体验的一些技术 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那首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体验比较深刻的 就是在充电方面的一个大幅度的优化 那在一平台3.0EVO这个技术下面 比亚迪有12项全球创新的技术 那首先呢 在电池方面 它就有一个智能的升压快充技术 智能的升流快充技术 还有一个智能末端快充技术 那它能带来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这辆车从10%到80%的一个快速充电 只需要25分钟 大多数现在的车 从这个充电功率 从7% 80%到100% 它会有一个充电功率的下降 就像手机充电一样 它是一个小电流 像捐流充电这样 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段时间 其实往往比前面快充的时间还要长 那比亚迪采用全新的这个智能末端充电技术呢 把这个时间段 也进行了一个锁短 那大概只需要18分钟 也就是说这辆车从10%到100%的一个充电 只要43分钟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们进行了这个实力的体验之后呢 感觉这个对用户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友好 而且呢 同时也提高了这个公共充电桩的一个使用效率 我们都知道呢 电池其实它的这个市集的工作 温度区间其实是非常窄的 不管是充电还是放电 那比如说在寒冷地区 电池如果想充电的话呢 首先要加热到适合的温度 才能进行一个充电 那这个过程往往时间是比较长的 为了改善这方面的用户体验呢 比亚迪也是做了一个全球首创的技术 叫做全场景智能脉冲自加热技术 它可以把电池加热温的这个速率提高230% 那把整体寒冷地区 极低温充电的这个时间呢 缩短40% 我觉得这项技术对于北方地区 尤其是寒冷地区的用户来说 是特别好的一个改善点 现在我来到这辆车的后排 那从我这个坐姿 各位就已经能够看出来 这个后排空间有多大了啊 这个我觉得得益于现在CGB的这个整体安全架构 车辆这个成员舱的空间大大的增加了 那基本上我这个腿 可以非常放松地往前去延伸 那如果说是前面是1米8甚至2米的驾驶员的话 我相信我的腿部空间都不会觉得局促 而且这个车顶 我们看头部空间特别大 那整体这个空间感特别的好 我觉得这也是纯电车的一个优势 那这种后排空间的表现 是在原来传统燃油车上 可能是要地级车才有的这么一个空间表现 那么现在在纯电中型SUV上就有这么好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真的是得益于这个CDB的这个整体安全架构 以及平台3.0EVO的这个全新的技术 所带来的这么一个好处 而且这个后排也是NAPA真皮的这么一个座椅 加上这个后排的靠背的角度 也是手动可以进行一个调节 选择你最舒适的一个坐姿 那我现在坐在这 基本上跟半躺差不多了 所以整体的空间表现真的是非常惊艳的 那么在空调出风口的下方 就是后排通风跟加热的控制按键 所以整体的舒适性特别的好 我们现在就在驾驶海市07EV这辆车 我们驾驶的这个版本是550四驱制航版 是这个车型里面最高配的一个版本 那它搭配的是一个前后的双电机 前面是一个异步感应电机 后桥是有次同步电机 那综合功率达到了390千瓦 风筝扭矩可以达到690牛米 百公里加速只需要4.2秒 那这个动力的输出 其实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太富裕了 那这辆车的动力虽然很强 但是我认为它的动力输出的调教 还是非常出色的 就没有任何突兀的动力的输出 也没有任何眩晕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动力输出比较从容 让你开起来很舒服 但是当你在需要超车或者提速的时候 动力来的也很迅猛 所以整体我觉得这个标定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个车的悬架呢 前旋是一个双叉臂的结构 后旋呢是五连杆 那从这个配置 其实在乘用车里也是算是比较豪华的一个配置了 所以这个整体来说 这辆车操控感也是非常的不错 当然了 其实它的这个操控感 不光是因为前后悬架的结构 我们驾驶这个高配版本呢 还有远点C的这个底盘技术 那还可以我们去手动的去调整 它是舒适或者是运动的这么一个驾驶模式 来改变减震器的一个阻尼 那除了减震器以外 其实包括很多 比如说方向盘的这个驾驶感 都可以进行一个舒适 或者运动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辆车虽然是一个城市SUV 但是它还是相当具有驾驶乐趣的 当你把这些设置调整为运动的时候 包括你的驾驶模式 调整成运动的时候 这辆车的操控也好 还有底盘的响应也好 还是相当敏捷精准的 就是能够给你一定的这个运动感 有一定的驾驶乐趣 而且呢 这辆车的重量虽然在2.1 2.2的这个水平 但是整体开起来还是非常轻盈的 所以这个车真的我觉得 它在舒适跟运动之间 做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平衡 然后这辆车开起来的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你能感觉到这辆车的整体性特别的好 这个车开起来 不管是长波路面 短波路面 颠簸路面 在这个车身发生扭转的时候 它没有任何的异响 那这个也是得益于它这个C2B的整体安全架构 那C2B其实就是电池与车身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技术 我觉得宇亚迪把这个做的非常的出色 因为这个整车的扭转刚度达到了4万牛米每度以上 那这个其实在乘用车里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值了 那么这辆车静地性很出色 不光是因为C2B的原因 当然它从很多方面都对NV是进行了优化 首先从电驱系统的噪音 从研发的这个角度就进行了一个抑制 那么这是从源头上进行一个优化 那另外呢就是一些防护措施上 比如说这个前排这个双面夹胶的玻璃 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措施 使得这个车内的静静性控制非常的好 然后其实配合C2B呢 整车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也因为电驱的原因 我们前部呢就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用来作为碰撞的缓冲区 那这辆车经过优化之后呢 前部的碰撞安全性提高了60% 那这辆车除了C2B带来的安全性的提升之外 全车还配备了11个气囊 尤其是它在主副驾驶之间还多了一个中央气囊 这样的话就是在发生侧碰的时候 防止这个二次伤害的发生 就是两个成员之间的这个碰撞 在安全性这一点上 比亚迪真是做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刚才呢我提到这辆车其实挺有驾驶乐趣的 是因为这辆车不光是它整体在运动属性上的调教 它还有很多这个特别好玩的功能 它有全球首创的一个叫i-tech 智能扭矩输出的这么一个技术 它就是在传统的这个轮速传感机的技术之上呢 增加了一个电机悬变传感器 这样的话呢 它对于电机的转速的这个识别精度提高了300倍 那它就可以非常精准的去监测和控制电机扭矩的输出 当然了这个后桥的这个电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电机 它可以转速达到两万三千转每分钟 那这个应该是目前量产电机最高转速的一款电机了 所以通过这个i-tech这个技术呢 它这个车还可以实现比如像飘移啊 像赛道啊 或者是还有其他多场景的一些这个驾驶模式 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这个驾驶体验 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经过一天的试驾呢 我对海狮07EV这辆车真的是非常的满意 不管是从驾驶的操控性 乘坐的舒适性 空间表现 静腻性 智能化 等等吧 各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 我觉得在同级车里边 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的能打 那其实最打动我的一点啊 因为它是电车 还是它的这个充电技术 随着现在这个电池技术的这个进步呢 其实续航里程 电车的续航里程在不断的增加 大家的续航焦虑其实是在减小的 但是呢 对于充电速度的要求 其实是在升高的 那么 比亚迪这次推出的一个全场景的快充技术 真正的是能够把大家的出行效率 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对吧 而且针对不同类型的这种充电桩 它有自动升压升流的这些技术 能够自动的进行一个快充的匹配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解决了消费者的一个痛点 是在行业中是一个榜样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我特别推荐大家呢 去实际的试驾一下这辆车 它肯定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那如果你对这辆车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我们也会继续跟进这辆车的一个深度的试驾 为大家分享更多的信息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